台中這一間非常知名的梨海滷肉飯 原子店他已經開業了50年 那因為現在店面要改建 加上老闆娘年紀大了 準備退休 所以店面預計在6月底要結束營業 很多客人都覺得好捨不得 這是台中知名的梨海滷肉飯原子街店 凌晨四點鐘就開始營業 在地飄箱已經將近半個世紀 是許多在地台中人的青春記憶 不過現在卻因為都更改建 店面即將拆掉 老闆娘說 自己年紀大了要退休 因此原子街店在6月底 就要結束營業 老闆娘決定退休在地好餵 直到6月底 不少老顧客聽到消息 都覺得很捨不得 梨海本店就位在台中第二市場 如今同樣由家族後代經營 不過和原子街店的經營時間不同 從下午四點鐘一路到凌晨三點 是不少觀光客到台中的必吃美食之一 一旁赫赫有名的還有山河滷肉飯 同樣坐無虛席 而台中汉口路上的東興市滷肉液 京城路上的夜間部控肉飯 也都各自有擁護著 記者高月 劉漢偉 胡杰倫 SNG小組 台中報導 趕緊張 五千先伯父 五千 五千 四千 五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